你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五期报新闻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这几天啊 大家好朋友见面 问候雨都是你上车了吗 是上什么车呢 来 今天我们就要一次来告诉大家 上这个黄金车 观众朋友啊 三月份油价在跌 黄金在较涨的时候 你上车了没有 如果没上车 现在已经快要涨到历史的高点 还来得及吗 今天怎么投资 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好久不见的 秦老板 等一下不能保留 三招要来教我们 然后另外一部车你上车了吗 上什么车 上台积电车啦 大家在想这个护国神山 可不可以来护我一下呢 台积电要问谁 我们就要请到阿瑟 阿瑟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讲 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进场买 如果你遇到他有一些比较空的消息 股价有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 可能就要准备提枪快跑 他还有机会 大家说话 说不够 来 今天跟我们说透 说保 说得无保留 昨天讲到了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天开盘你就看到台积电 咚咚一下有没有 是不是就到达你说的 可以进场的时候 但是后来还是又冲上去了 现在直接告诉我们 台积电的价格今天三百八十几块 你看到多少 如果现在进场 还有多少的操作空间呢 好的 今天是节气的一个大鼠 按照整个气候来说的话 大鼠在未来的一个立秋 这十五天里面会是天气最热的 台湾股市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今天大鼠我们再创了一个三十年来的一个新高 但是今天的台积电没有那么亮丽的一个表现 是不是台积电涨不动了呢 其实并不是 因为整体来说的话 资金行情还是持续在发酵 这我之前已经跟各位说过 而且距离这个79年2月12号的一万两千六百八十二点 不到两百点就可以越过了 那我们今天才礼拜三 如果顺利的话 不然明天涨两百点也可以越过 所以昨天其实你已经埋了一个梗 你说较少于他的股价有更顿低之一 大家可以考虑 刚好就今天 今天一开盘短短的那个moment 可是一闪即逝 对没中就咻 看不到车尾登上去了 是 没错 因为台积电现阶段股价在三百八十几块 它稍微的震荡一下 其实像今天它一样是回跌了一个四块 它回了四块之后马上又拉回平盘 尾盘是收在三百八十四涨一块 各位 其实它昨天的高点在三百八十七 所以说明天随便一涨又能够再创新高 那以整个的一个台积电来说的话 我在昨天已经跟各位说过 因为台积电你现阶段 你要不要去追高 你当的内心很丢毒 很犹豫 但是你如果说把你的一个资金分成部分 也就是说分成三部分的话 你在盘中的低点 本来就可以来勇于买进 那另外的一个资金的部分 就等台积电的一个利空 高点你要我进场 我也要心惊惊惊惊 有多少操作空间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 大家看到这是外资 他们看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 这个三百八以下来没看 现在都已经到三八七了 你可以看到地板在这个地方 四百这个是瑞盈 一路往上最高利益 看得五百 这个range有一百块的价差 阿神你自己看台积电 你看到多少 好的 其实我个人都会比较说 比较中肯一点 中庸之道 我们个人会是抓大概是420块 也就是花旗营朗认为的这一边 应该是比较外资机构 比较没有所谓的一个疑虑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整体的台积电来看的话 刚刚俊相哥已经讲了 这些看四百块以下的 其实最偏空的就是这个瑞幸 因为瑞幸一直认为台积电未来 明年会掉单 但是各位现在才7月份 如果说明年的事情要来发下的话 也是第四季 所以说台积电在第三季能够冲到多高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说短线上当然不用像里昂 看到这个五百块那么的一个极度乐观 但是如果说来到420 甚至于说440这边 我认为外资圈会比较有共同的一个默契 阿神你从三月股灾到现在 他台积电的看法是永远忠诚 你一直就告诉大家要注意台积电 注意台积电 我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三月股灾那一次你喊台积电 如果大家乖乖说听你的话 到今天去认多少 已经一张赚15万了 而且那时候是3月19号 国安基金还没宣布进场 是 对那时候235.5 到今天台积电已经来到384了 15万那算是投报多少 其实投报率已经超过70%了 也就是说短线上 如果这些翻空的没有来变成 所谓一个认错的话 应该台积电还会续涨 那再者的话就是说短线上 如果有三日内不过高点 也是会出现一个警讯 所以说以目前来说的话 没有出现这个讯号 应该还是一样看多来 所谓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看待 我就要准备将近40万 我才够入合一张台积电 交出我钱如果没这么多 很多观众朋友 我就小资组 小资组可以怎么参与 台积电的这一波呢 其实这一波除了台积电之外 像0050的一个涨势 也是非常的一个惊人 因为台积电本身 占台湾的一个权重是24% 所以说如果你说台积电一张个股 那么贵买不起的话 其实你如果要来享受其力的话 0050近期的一个涨势 也是持续的一个向上来做一个攀歼 所以说我认为短线上 应该可取代的一个投资标的 还是蛮多的 所以为什么常常在历史上 我们就看到了 为什么股票一股成名万股哭 很多人去追那个梦 结果是上了大怒神 事实上来跟我们讲讲看 这个生计股的大怒神有多可怕 对 事实上以这个生计股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本梦比 本梦比的时候炒作就是 第一个是看筹码 第二个是看当时的题材面 还有市场的气氛 前一阵阵是由合一带动起来的 整个合一跟中天集团 然后带动了姓辉姓国 天国一辉四支股票往上涨 那就是我记得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媒体曾经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把这个合一 比喻成一个玩咖 然后把台积电比喻成是一个女朋友 说你到底要选女朋友 还是要选玩咖 那我们就记得说玩咖是什么 玩咖就是说 我们如果去过这个夜店里面来说的话 夜店灯光美气氛家 你这个抹粉厚厚的时候 那时候气氛那么好的时候 看起来是个美女 但是如果你白天呢 在太阳底下就见光死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现在准备要公布营收 然后接下来准备又要公布 整个上半年的财报 你这些公司来说的话 你能够建这些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 走过了题材面之后 紧接下来的一个财报 要登场的时候 这些过去 这个在灯光美气氛家的 里面出现的玩咖 他终究要面对白天了 到了 你这个派对是不是有结束的可能性了 好 我们电视机前面 有很多的纯骨朋友 最近都就在纳闷 不要一直要我上车上车 我已经在车上了 我现在考虑是要不要换车 为什么这么讲 这一波的台股涨上去之后 有一个族群似乎没有参与到 就是纯骨族曾经最爱的金融股 阿萨来跟我们讲讲看 纯骨族会想问说 我这个时候要去调节手上的持股吗 好的 其实金融股 我只要举一个例子 富国银行 富国银行是巴菲特最爱的银行 它竟然也出现了12年来的首度的亏损 而且近期来说的话 各位要留意 这个美国联主会 它预算了一下 美国银行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它必须要提列7000亿美元 合台币21兆的一个贷款损失 各位 也就是说金融股后面 还有层层的一个问题需要克服 那当然如果说财报好的 包括这些投行 高盛大摩跟小摩 其实也都没有再涨了 所以说更何况我刚刚讲的 这个富国银行跟美国银行等等 它的一个跌势都非常的一个什么 一个剧烈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就反映在明年的金融股的配息了 这一定的 但是问题在今年4月 7号其实这个香港的一个汇丰 英国总行已经宣布不准配息 为什么要因应这个疫情的一个冲击 你没有鼓励我就没有鼓励 没人给我鼓励 而且美国的联主会也命令 美国的银行也不准配息 也为了因应后面的冲击 那你会给存股族什么建议 我个人当然强烈的认为 因为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 如果说后面台股去创这个新高之后 你还要期待金融股股涨吗 我认为题材性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说短线上我认为 如果有长期投资金融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都已经不发股息了 代表你的一个投资报酬 基于趋近于零 你应该把它做一个转向 转到哪里去 比较来说我个人会认为说 目前那个黄金 现金乱大家都在算 连我们国内的央行 也赚了1200亿 所以我也认为说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其实黄金应该后面还是看涨的 你上车了没有 上的另外一部车就是这个 黄金马车 这个黄金马车 观众朋友想说 你们都讲要创历史新高 我现在还能上车吗 今天嘉芬先来告诉我们 我们这部让我们赢金买车 三月份油价在沙的时候 专家跟我们讲说可以买黄金 看哪看 我们都是看人家 咻 看不到车尾灯 到底那时候上车的人 到底多赚 赚多少 真的 讲来 你没买到 你真的会堆心肝 黄金马车 我告诉你 今年其实还是有买点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全民都在封黄金 黄金到底有什么魅力 刚刚一直涨一直涨不说 拿现金去买黄金 当然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最新潮的 是拿三倍券去买黄金 这个也可以买 三倍券有使用期限的 就到今年年底 你没有用完就变成废纸了 那我一加四口我就一万二 一万二当然是不够了 更夸张的是 有民众他们加总共八个人 阿公 阿嬷 爸爸 妈妈 各个孩子 加起来全部说 来来来 我通通给你们几支 换两万四全部拿去 都压在黄金身上 我第一没有期限 换了黄金之后 我还可以保值 还可以增值 何乐不为 一减去够 但讲到买黄金 你是要去银楼 老板 给你买一个金手机 还是买金铁 那是美式卖场 我们常常动不动就去 讲这家卖场 关注它 为什么 CP值很高 而且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这么励志的新闻 都想说 我想 我也想这样子美梦成真 举个新闻的例子来讲 2018年的时候 当年这一公斤的黄金 就要126万左右 接近126万 到了2019年才一年的时间而已 就在去年 已经变成156万了 加加减减就涨了30万元 不多 一年就赚30万就好了 我买回去 放在面前 它就涨30万 它就给你躺着赚 是 对 所以大家想说 这么立志的新闻 那我一定要效法了 所以大家都有一个梦想 黄金躺着我就能赚钱 但是梦想要成真 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是什么 你要逐梦踏实 你要踏出那一波 你没有踏出家门去买 你就是一直在那边想 有人赚到吗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同事 他卢小姐 他就跟我分享说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不然别人都去买了 你同事也是我同事 我等一下看看 他到底怎么赚的 我同事他在今年 今年你想说 去年没跟到产了 我今年就赚不到了 错 他今年的三月份 就去买了 他传给我这张照片 这无良 很贵 真的就是三月专家 叫我们上车的那个时间 他就上车了 他上到了这个黄金马车 他怎么买呢 当时 其实他一直都有在看 这个黄金银楼的这个牌价 因为他就是一个 比较会精打细算的 这个上班族小织女 他买这个无良的黄金 当时在银楼的牌价 卖出价格是 五千七百五十块钱一钱 他买无良 所以他总共现金 他是捧着二十八万多 他跑二十八万去 把这一块金块抱回家 他钱不够 领了十几万 还跟妈妈借了十几万 两个人这样子 左库右半 抱着那个现金去迎楼买 为止都四名 好 三月上车了 上车了 当时他一买了不得了 惨了 还记得那个新闻吗 美式卖场有在卖 我会不会买贵 所以赶快跟妈妈下午 又再冲去美式卖场 看那个价格 不敢玩了去比价 一定要请打细算 所以他去看 好险 为什么 看到这张照片 他那时候当天就去拍下 这样的一个价格 他买二十八万多 但是在美式卖场 同样是无良的黄金 他卖二十九万多 我以为买黄金 想要便宜 CP值高一点 往这里来就对了 现在没空用 没空用 所以他就一笔 就躺着 什么都没做 就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 他就帮自己省下了八千多块钱 好 他又继续观察 那一块黄金 现在这个 他传给我的这张照片 就锁在保险下 锁得紧紧的 就在他躺在那边 传世之宝 对 假设他今天 七月二十二号 他拿去原本的银楼 要卖给老板 在今天的这个价格 买进的价格是 六零七零元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价差 老板会捧着三十万的现金 还给这个卢小姐 这个黄金马车 呼吸之间就要钱进来了 没有错 他赚多少 加加减减 我们今天又算了一下 我说卢小姐 你这样子就赚了一万六千块钱 时间大概四个月而已 三月十五到七月二十二号 你是不是这个黄金马车 在飙速的时候 过去我们讲买黄金 谁最爱买 印度马 中国大马 都是东方 我告诉你 这股热潮 已经从东方吹到了西方国家了 而且多夸张你知道 在英国现在的银楼老板 这个电话接到手软 然后自己还要打出去 也打到手软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打电话来 老板 有没有金条可以买 有没有金戒指可以买 老板打开仓库一看 全部都卖光了 不只是缺货 它是卖到断货 它根本没有货可以叫 怎么办呢 赶快把那个里头的通讯录拿出来 电脑赶快打开 有老顾客的一一打电话 要call客说 那个Mark 你有没有想要卖的金条 赶快拿来卖 现在好多人想买 你知道他打几通 几通 他打了一百多通电话 好夸张 多少人卖 大家都不卖 就谁把英国架上的黄金 都买光了 只有两三个人有医院要卖 是 对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全世界不只台湾在封黄金 全世界包括了英国 现在也都在封抢黄金 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啊 我特别要请这个秦老板 好好地跟人家说一下 在他那个当铺的那个帘幕的后面 看得最清楚 你说叫金块 还有金氏 到底买哪一个捧回家 你才会好 三招告诉你 秦老板不保留 但你别走开 回到现场我们就来看看 狂飙中的黄金马车 是赶过路不等人的 到底现在全世界封黄金 封到什么程度呢 那秦老板今天来告诉我们 我就说黄金最多 第一个是银楼 第二个就是当铺了 你在帘子后面看到多疯狂 现在非常多的人打电话给我 要买黄金 想说在当铺买黄金 一定会比较便宜 那很抱歉了 我现在的黄金也不卖 因为它一直在涨嘛 所以我也不会卖 但是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我从去年开始 就大声疾呼 黄金它会一定会飙过 每盎司两千美元 现在才有专家说会破两千 你去年底已经先降了 去年我就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贸易战开始 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一个不对称的 这个势力范围 在相拼的时候 最终它会激荡出一些 不安定的激素 这些激素就会让这些黄金 开始翻身 我以为那个流荡品 果然贪一些烧的 对不起 有钱你也不一定买得到 那其他把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其实在你的手上 金手货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黄金 比方说这一块 对 这一块是金块 对不对 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 说的是这个货币之王 这个就是金块 纯金 四个九 九九九九的黄金 很重的 这是一公斤 像不像手机 你打给财神爷 就要带这个手机 财神爷你们在吗 黄金马车上的黄金手机 你告诉我 你今天的这个盘价 你手上这一块多少钱 现在是175万 接我捧一下 是 175万 那可是一台高级进口车 没错 在今年初的时候 才不过才130几万 真的是 差不多将近 要将近涨的时候 40万 对 而且还得往上涨 原因是因为 整个的 整个的 这个我们全球的经济 一直走向不稳定的状态 像中美贸易 或者是说 各国的这个贸易壁垒 所以让这个黄金 就开始 叮叮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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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起来了 好 那家长 这个你拿着 这个是金牌 这一公斤重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产队啊 有没有 产队啊戴在头上的 我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去买的话 到银楼去买的话 到底是买这个 还是多买几条这个 因为这个还能戴在脖子上 这些给哪里才更名称咖啊 到底怎么样挑选黄金 才是最聪明的 黄金现货有三种选择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手上拿的 二话不说 就是金条金块 对 现在我这是一公斤的 也有十公斤的 也有二十公斤的 当然那个必须要很有实力 那你这个就是放在保险箱 那第二种就是试金 对 也就是说你还可以戴着 比如说你戴一条金项链 戴一个金手链 比如说印度人 一次戴二十个金手镯 对啊 那这个 刁得好漂亮 有没有 还有这种啊 这个金元宝 如果你开心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十两的金元宝 放在你的办公桌上面 当指证 当指证 所以它其实的样貌 非常的多 选择也很多 好啦 还是回到 帮公的朋友解答一下 我如果钱够 我要去哪里挑这个 其实我们台湾的银楼 到处都是 应该有市场就有银楼 就是菜市场 菜奇亚 有菜奇亚就是有银楼 有银楼就会卖黄金 而且它卖的黄金 基本上都是9999 对 应该说全世界 就台湾卖的黄金 应该是纯度是最高的 因为它的那个 整个卖黄金的风气 比较诚信 是 那你到泰国去买 大概只有两个酒 99 对 在这个台湾都是9999 然后最好的这个金饰 应该都是台湾的加工厂出来的 对 您可以挑选各种重量的 对 可是我建议大家 另外一种产品 你也可以选择 选什么 纪念金币 选金币 那我刚好不买链子呢 我刚好不买这个凋子很漂亮的 因为纪念金币 纪念金币它有限量 像我们现在手上拿了这个金块 跟这个金饰 是没有限量 你有钱就爱买就买 买多少就是多少 可是纪念金币 稀有性 比如说奥运的纪念金币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运动赛事的金币 或者是有一些 比如说国家的纪念金币 阿云娜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加分 她刚刚在队心瓜 她的那个好麻吉 三月上车 黄金马车 已经一楼烟看不到车尾灯 来 你如果来到了这个秦老板 假设秦老板迎楼 太重了 你会挑哪一个 你会选要挑什么 你看 这可以挑给你先生 我如果选的话 我会选这个吧 这个感觉很精致 然后很别致 那我会多挑几条件的 去抵过半块的 当然黄金是以重量计价 对啊 在买卖的时候 基本上不算工钱 所以你这个黄金花了多少工钱 其实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它不能够再转嫁给别人 黄金的金价是你的消费 可是重量它永远不会损失 所以说黄金是越重越好 那如果你不喜欢戴着金光闪闪 很俗气的话 那你就买这个放在家里 我听到没有 买这个比较适合 你如果这个雕像 配料工钱都你付 我们把钱花在刀口上 买这个送给我来 锁在保险柜放在并程卡 老板我有一个问题要问 我怎么样选真假 因为我怕买到假的 非常重要 刚才我们主持人拿的这一条 看到没有 这条就是假的 这条是假的 对 这条是假的 听他们怎么跟他讲 老板 我这个是真的假的 这个是真的 那怎么分辨 好 我们知道 真金不怕火炼 所以用火去烧 当然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像这么样的金块 它没有办法烧穿 我用嘴可以吗 用嘴 用嘴 用抠的 如果你用咬的 那你就是牙科医师的好顾客 黄金我这样预测 你现在上车还来得及 黄金在近期一定会 在近期会打破这个二十年线 就是每盎司一千九百二十元 我会撒红了 这位创致卡 对 这位创致卡 这位创致卡 是你 这位创致卡 好 谢谢 感谢观看